青藤道士,莫如云,一气呵成,大血液,明代徐卫与杂花图。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青藤门下走狗。 走狗,多难听啊,是骂人的吧? 其实啊,这是一句特别特别夸人的话,没想到吧? 据说,画竹子的正板桥曾经刻了一个印章,自称青藤门下走狗。 意思就是对青藤这个人特别佩服,宁愿做他门下的一条走狗。 这句话后来就被无数人借用,来表达对某个人的情样之情。 以后,当你特别崇拜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借用这句话, 会显得很别出心裁。 那么,这个被正板桥特别佩服的青藤,到底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明代画家徐卫,号青藤道士。 其实,在中国民间,徐卫还有一个更有名的称号,徐文长。 我们是不是都听过很多关于徐文长的聪明故事啊? 对,就是这个徐卫,徐青藤。 徐卫,自文长,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山阴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少兴人。 徐卫多才多艺,精通诗文,戏剧,书画等,藏于行草书法, 善画水墨花竹,山水,人物等。 徐卫的传世作品有,墨葡萄土轴,山水人物花鸟册, 军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杂花土,献藏于南京博物院。 前面讲唐吟,我们介绍过,唐吟在乡试中考了第一名,被称为唐戒园。 通为江南才子徐卫也是生性极为聪慧。 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访杨雄的解巢,做试毁,轰动全城, 当地的绅士们都称他为神童。 然而徐卫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 二十岁那年他才考中秀才,此后多次参加乡试, 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四,始终也未能中举。 一生的坎坷遭遇,怀才不遇, 使得徐卫兄中的不平之气越聚越深, 他只能在诗歌文章和笔墨之间寻找寄托, 正是人生的诗意, 造就了这位画风狂放不羁的大画家。 写意是我们现在用的挺多的一个词, 说起写意,字面意思是书写心意, 而在绘画上,写意是只用简练的笔法描绘出物体的神韵, 众神而不众形, 而徐卫正是水墨大写意花绘画的开创者和极大成者。 抽象地说大写意,不太好理解, 我们来看幅画就明白了。 这幅徐卫的杂花图长达十米, 一眼看去是不是像一个任性的小孩挥舞着一滩墨汁, 这里泼洒一堆,那里涂抹几枝。 然而定睛细看, 墨云之间却是奇妙无比。 瞧,从牡丹开始, 石榴花、荷花紧随其后, 一株高大的梧桐月染纸上, 几笔点染的菊花、南瓜、扁豆、紫薇自成一组, 呈上其下。 紧接着葡萄和芭蕉出现, 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画面, 是全画的主体部分, 将画卷气势推向高潮。 最后一部分, 用淡墨勾勒出梅花、水仙和竹子, 虚伪一笔挥就了十三种花卉蔬果。 这就是淋漓酣畅的大写意。 花草、树木皆是寥寥树笔, 一挥而就, 近在似与不似之间。 时隔几百年, 我们再来看这幅画, 也仍然能够感受到画面上 因运的墨迹诗意。 所以杂花图一直以来 也被视作徐位绘画生涯里的 扛顶之作。 看完杂花图卷, 是不是对大写意有了一个印象了? 似乎觉得自己明白了, 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就对了。 我们再来看徐位的另一幅墨花图卷, 一气呵成, 屈墨如云, 同时又恰如其分, 驾轻就熟, 于淋漓水墨中 渗透着自己 真挚的情感。 徐位时常把自己的画作 称为细模, 这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 徐位的作品在当时 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 却给后人带来了深远影响。 比如说, 他呈现出了中国绘画中 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 什么叫抽象表现主义? 这个问题好像又太抽象了。 我们请阿诺来解答一下吧。 阿诺版科 抽象表现主义, 又称抽象主义, 或抽象派, 是由美国兴起的艺术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形成的 一种绘画流派。 抽象派认为, 艺术是抽象的, 且主要是即兴创作的。 为什么说生活于明代的画家徐位? 画作中居然呈现出了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形成的 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呢? 我们来看看抽象表现主义代表人物。 杰克逊、波洛克的这幅代表作 就明白了。 这幅画作名为蓝棒No.11 波洛克随意挥洒颜料, 正与徐位的曲墨如云, 又异曲同工之妙。 蓝棒No.11 画面充满了艳丽而缤纷的色彩, 其中八个奇妙的蓝黑色直线斜纹, 奇迹般地拯救了其活跃而又调皮的色团。 使得乱象无序的画面开始变得有序起来, 也正如徐位大写意中的吃干, 为花、叶、果立起了骨架。 同学们这下明白了吧, 中国的大写意和美国的抽象派, 都是跟随自己内心, 即兴创作的艺术作品。 好了, 明代的大画家我们都一一认识过了, 从代晋开始入世, 全才文征明, 坚持中庸之道, 才子唐伯虎, 张扬不羁, 球英, 一反常态, 用色大胆, 徐位, 肆意泼墨, 每位大家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关于明代的美术史,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